主席 各位同仁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今天家庭暴力防治法可以顺利三读修正通过 本期在这边首先要感谢朝野立委的支持 本期要特别感谢台湾防暴联盟 立新基金会 妇女救援基金会 现代妇女基金会 儿童福利联盟等民间团体在修法的过程当中 提供本期还有朝野委员非常多宝贵的意见 让这次的修法可以顺利三读通过 我想这次修法通过有几项很重大的意义 第一 过去我们对于目睹暴力儿童 其实我们都没有相关的更好的服务可以来提供给他们 但这一次呢我们可以正式入法 这些将来在家庭暴力底下目睹的这些孩子们 可以得到更完善的一个处域 我想这是一大进步 第二 过去这种非同居亲密暴力的一个情况 我们在家暴法因为对于家庭的一个认定 也没有办法提供给他们事实的一个协助跟帮忙 在这次修法我们扩大了这样的一个保护服务的对象 我想是非常重大的突破 而我们要做这样的突破 更重要的是图法不足以自行 我们需要有完备的基金来支撑 有足够的预算来让各项服务 我们都可以顺利的达成 所以这次在家暴防治法第六条 本期这边也非常坚持主张应该要设立基金 那在朝野协商的时候也顺利通过了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进步的一个修法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保护被害人的部分 一旦法院或检察署与家害人被释放之前 我们必须在最快的时间去通知到这些被害人 所以我们会透过警察机关跟各县市的家暴防治中心 立即通知这些被害人 本期希望这次家暴法的修法 可以让更多的全国民众在家庭生活是免于暴力的恐惧 以上谢谢 谢谢